一个人在前面跑步 而一旁的长辈则是赶紧拿出手机拍起来 而且还用上了慢动作的功能 手机还能够这么拍长辈学得好起劲 观点下有线电视公司举办的影音学堂 这次在保新里开课 里长也和大家一起学习 老师除了讲一些理论 也让学员实际操作 有慢动作有缩时录影 大家都好有兴趣 今天很荣幸 我们观点一下来这边 我们保新里活动中心 跟我们里内的里民 就是来上影音学堂的课程 这个碰狗老师 他上课也非常风趣 我们实际操作 每个来参加的学员 大家都玩得很高兴 我也在今天才知道说 原来我们的手机有这么多的功能 我们之前就是只有录影 然后照相这样子 今天学了很多 才真正的认识到我们的手机 生活中大家都习惯 用手机拍照 所以这堂课就找来了专业老师 教大家如何构图拍出美照 还有透过APP 编辑影片呈现 课堂中大家听得认真 不但拿起手机 跟着实际的操作 还自己跑到了外面拍下雨 看着拍出来的效果 学员好兴奋 也好有成就感 今天上这个摄影课还不错 因为平常我们可能拍动态的都会用照片或人像 可是老师教我们用那个慢动作 我觉得效果不错 因为刚好应景 外面下着雨 我想说动态的 我觉得蛮惊讶的 原本我们想说雨滴是像细雨这样一滴一滴 很细很长的 结果看起来成果好像是一滴一滴一片一片的 你再仔细去看 我觉得不同的感受 我觉得蛮好的 我们享受这个成就 因为我们退休的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嘛 就是教我们影音制作什么的 对啊 然后拍什么慢动作超慢动作那些 对蛮好玩的 开心 我们刚刚有那个 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在操作 那个就是慢动作的部分 所以然后我们现在大家每个学员都玩得很高兴 然后大家也都是在拍 然后确实老师这样讲的 从慢动作里面 他有的人在跑跳 也可以看出来这个动作 20多位的学员长辈玩手机边学习 看着快动作跟慢动作拍出来的影像差别 也选出了兴趣 现在一只手机就能够记录生活点滴 一堂课下来他们说收获很多 这场慧林细子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